大家好 很多人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 却依旧没有赚到什么钱 是因为没有站在风口之上 从原来的炒股 搞到前段时间的房地产 多少人从中获取积大利润 如果借钱给十年前的你 会去买房吗 相信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的买房 但世界上没有时光机 更没有后悔要 如今面对如此而高昂的房价 有人想过如何让房价跌回2009年吗 如何让房价跌回10年前 某金融专业高校大四学生说了七个字 即禁止二手房买卖 这七个字令无数草房客闻风丧胆 彻夜难眠 一旦不能进行二手房交易 那么自己多套房产就会砸手里 自己借了自己的盘 至此之后 房子的金融属性荡然无存 房住不吵的口号得到真正实现 当然 这只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二手房不可能会禁止交易 但这个趣味思维起了个好脸子 如何让炒房客收手 限购 限售 如此一来 每个家庭最多拥有两套住房 并且20年内不允许出售 与此同时 全面落实房产税和空置税 如此一来 房价回到10年前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是说一定要房价如白菜 而是要让房子成为人人都可以买得起的价格才对 而是对那些炒房客不劳而获 一劳永逸 空手套白浪的行为进行坚决打击 房住不吵这种观念 要得到每一个市民的认同 这样炒房客们才会无处遁形 无房可吵 亲爱的老铁 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感谢关注 欢迎下方留言